男人对着手掌用力一划 鲜血滴到了石板上 上面瞬间就有了反应 血液开始迅速蔓延到整个石板 在赛格惊讶的眼神中 属于超人家族的标记赫然出现 紧接着 尘封已久的遗弃也被激活 头顶上还出现了银河系的新玉土 随后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早已死去14年的爷爷瓦尔竟然出现在眼前 赛格激动地上前和他拥抱 结果却扑了一个空 原来 14年前瓦尔早就遇见自己会遭遇不测 所以他将自己的思想和记忆 上传到了实验室里的智能系统 多年来他一直在等待赛格的到来 目的就是想要将布莱尼亚克 即将毁灭克星的消息告诉他 希望赛格能找到办法拯救克星 说到这里 赛格向瓦尔保证 他一定会阻止布莱尼亚克的降临 与此同时 亚当在荒芜的外域中 找到了一种奇怪的装置 这一发现让他很惆怅 因为这正是布莱尼亚克派出的哨兵 每当布莱尼亚克发现有值得收藏的星球后 就会派出哨兵前去侦查 赛格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连忙带着装置来到孤独城堂 在瓦尔的帮助下 发现这只是哨兵的外壳 一旦打开 里面的哨兵就会喷射而出 第一时间找宿主寄生 然后利用宿主来收集星球的信息 收集到了足够的情报 他就会立马上传给布莱尼亚克 宿主也会随之死亡 赛格还是决定打开它 只有了解敌人才能解决掉它 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装置里面竟然空空如影 哨兵早就不见了踪迹 就在一小时前 一名拾荒者冒着风雪在外域寻宝 通过扫描仪发现了石头上撞击的痕迹 顺着撞击的痕迹找去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认定是个值钱的误解 就在上前观察时 这个东西突然自动打开 里面有一个多面体装置 随后女人拿着多面体来到市场 以200米的价格卖了它 不久之后 亚当也来到了这里 他向商贩询问有没有奇怪的东西买 商贩描懂 捞起盆里的硅胶状不明物体递给他 上面的味道差点把亚当熏途 连忙表示这不是他想要的 就在他思索应该怎么描述时 看到了摆放在高处的多面体 亚当假模假式的讨价还价 趁着商贩不注意 撒鸭子就跑 在和赛格他们会合后 亚当掏出了灵源够来的多面体 没错 这个多面体就是哨兵 亚当认为现在当务之急 是让瓦尔检测下哨兵有没有激活 也许他还能逆向改造 这样就能知道布莱尼亚克距离克星还有多远 然而经过瓦尔的检查发现 这个装置已经被激活 说明里面的哨兵已经找到了宿主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这个宿主 并杀掉他 他们只能回去调查 两人正聊着天哪 前方区域突然被工会飞行器封锁 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卫从天而降 把整个无级别区域包围 他们怀疑这里有黑灵组织的城 要对居民们进行一一的筛查 然而就在一边的街道 警卫好心的扶起一个女人 并提醒她赶紧离开这里 不料女人缓缓抬起头